第一個我就把-CAI 的 IN 跟 OUT 分開來 所以第一個我先進來的話一定是 IN 這個我自己取的名稱 IN的話自己會把這些東西帶過來 所以第一個畫面就是說 我要有一個這個叫Template 然後呢也要一個什麼一個View 這個View的話就把這個東西帶過來 所以我會有個變數那個View 要帶這個變數過來 OK把我塞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程式的撰寫方式的話 其實雲端上我有放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在回圈的這下面這邊 基本上呢我是把它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先處理 Month CAI IN 的部分 就是將輪數取得月份的英文 傳到這個Template的網頁裡面 所以我把它怎麼切啊 第一個我先 建一個什麼呢 在View裡面建一個DIF 自定函數裡面叫MANCE-E 然後呢其實就把我們的程式 上面這個List的清單 Random 到那個MANCE這邊我建一個變數名稱叫Q 因為我不知道取什麼叫Q 就Question 然後並且用什麼Return Random 把這個月份 這邊這個Template自己要建 然後傳給他 並且把這個Locals 把Q也順便帶給他 所以呢帶給他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Q裡面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這邊我一樣用GET方法 然後帶過來一個Q 問題為 特別注意喔 這個Q就接到了 然後呢 他後面就會 顯示出來 就是說 問題為 所以出來的話 問題為 把Q帶過來 這是幾月呢 然後就把這個Input type Input的那個 網頁 也給 顯示出來 那個裡面的那個輸入的Input Input 這是幾月呢 然後換行 BR 然後就是給他Input type 是Tester 就是那個 輸入的文字 然後呢 他的Name就是A 將來丟過去的話呢 會有個A 的一個 就是Request裡面就有GET A就可以了 但是裡面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叫做也是 就是Input Input name 等於Q 然後他的 Type呢 特別注意喔 他叫 Hidden Hidden的話 就是 所謂的隱藏欄位 那什麼叫隱藏欄位 因為呢 我將來 要把這個頁面裡面的東西 帶一個資料過去 可是問題 跨網頁 這樣的東西 在網頁的世界裡面 是不合法的 你不能說我今天這個網頁帶資料過去喔 不像說我們以前寫程式可以有個變數 或者傳引數啊 這邊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又不想讓使用者知道說 我有個 東西是藏在後面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 藏在後面 所以有些東西 你會發現 傳遞 一些資料 你可以用什麼 隱藏欄位喔 或者你第二種方法你可以用什麼Session Session我們還沒講 也許後面還會再 提到 那還蠻重要 Session就跨網頁 要傳遞資料 比如說你 登錄資料嘛 你有登錄跟沒登錄 為什麼不一樣 他就會把一些相關資訊 放在Session 其他還有像Cookie 不過這個也許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你可以檢視原始碼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Hidden 所以其實Hidden也是一招 但是這一招有時候 不見得安全 為什麼有些人會看原始碼 原來你有藏了一些東西在這裡 那我只要把這些爬出來 我就知道有隱藏的機密在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把相關的資料 把它傳過來 所以第一個 我先 建一個什麼 就是Math CAI的印 把資料 帶給 我們的這個 所以我在那個Templates裡面 不過這個Templates裡面 這個東西按右鍵 把Open with 用文字 開起來 當然你這個可以自己修改 或者你可以拿那個之前的當範本 好這樣子的話呢 裡面還有一個 重點就是說 他的Action 是丟給誰 丟給 Math CAI Out Out是什麼 就是 一個In 輸入就是 我要產生亂數先接收到 Out的話就是去判斷 所以一樣用Get 那我將來可以有一個Name叫A 那那個Out那個人 他就做什麼 他就判斷了 所以我們 接到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那我可以利用Math CAI 一樣 接到之後的話 這些上面的層次都差不多 把Q 所以特別之后你會發現這邊有兩個 我Get了一個Q一個A 可是你想說 老師你畫面上面不是明明一個嗎 為什麼有兩個 特別之后就我剛剛講的 這邊不是有隱藏欄位嗎 隱藏欄位不是有個Name叫Q嗎 那他也會順便把什麼 把這個 這個丟給我 這個的話每一次進來都不一樣 因為我才可以兩邊做比較 OK 那我就把這個Q跟這個A 兩邊比對一下 兩邊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那我就是 把它 丟一個 答案正確的一個敘述 丟到網頁裡面 那如果答錯的話怎麼辦呢 我本來是想說 本來是只有到這 本來是只有 用這樣子 就是 答錯了 可是問題答錯了 變成說他又要什麼 又要再back 自己back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我把它save一下 感覺就其實不是那麼的有人性化 比如說重新整理 這邊5月好了 假設書篇輸 答錯了 然後呢 然後就是你自己要back 是不是 如果跟User講說 你自己back一下 他一定會跟你argue說 這什麼鳥設計 對不對 怎麼會設計成這樣 非常的不符合邏輯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這是幾月呢 如果你假設錯了 就 不要 答錯了 而是直接怎麼樣 幫他 返還 然後在底下這邊 有沒有 加一個敘述跟他講說 你答錯了 這樣不是比較 感覺 比較那種 人性化一點 所以後來 這個部分怎麼做呢 這也是關鍵 這些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這些方法 都不是書本裡面 所以有時候 知道大概需求 但是答案在哪裡 答案是在你的不斷嘗試當中找到的 那我也沒有嘗試幾次啦 大概就是 我就是試著說 我大概知道說 可能 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 我可以一樣 不要Respond 我可以用Render 這個Render我們之前常用嘛 我就很簡單 我就把 這個有個reload的變數 先放在答錯了 請重新輸出 並且把這個變數什麼呢 一樣去帶給 這個 有沒有我們剛剛這個嘛 然後這邊有個locals 意思說我把這個答錯了請重新輸入的 這個字串有沒有 順便帶給他 可是問題你想說他怎麼顯示 其實下面有一些機關喔 有沒有看到 底下有一個什麼 Fone Color 等於紅色的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就把reload的這個變數呢 把它顯示在這裡 然後你想說老師 可是為什麼剛剛沒看到 因為裡面是空的啊 裡面是空的 他就看不到 如果他裡面不是空的 他就會被看到 所以呢 這個就變有一個機關出現 有沒有 其實很難嘛 都沒有很難吧 就只是丟一個變數 就這麼一回事而已 所以做出來之後的話 看到的結果呢 就是不一樣 所以把它save之後 重新再run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他假設說 我隨便輸入一個 輸入正確 再重 2月 那你會發現 按送出 他實際上就怎麼run呢 他實際上就是 過去了 又彈回來 有沒有很有趣的一件事 過去了對不對 到那邊 他又彈回來 可是彈回來多一個變數什麼了 就是這個東西 reload 彈回來 這樣子 所以這種做法 蠻有趣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請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項 今天的那個table TR、TD 一定要熟練 因為後面我們還會講到那個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還有從網路上撈資料 再把它顯示出來那部分的話 如果你對於那個table不熟 抱歉 你可能 要呈現一個 資料的結果 那就是會有問題 這個Mind Cic也是 如果你驗證 假設說他填的東西 不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則 你也可以把它彈回來 你輸入格式有問題 彈回來就好了 其實 沒有那麼複雜 程式真的就那麼簡單 只是多 一個變數 就搞定 請各位試一下 我有把那個 相關的程式 一樣有放在原端上 回去的話 請各位就多多的練習 這太花時間了 隨便一個東西 可能就 很容易的撞牆 OK 那相關的程式 雲單上都有 請各位自行再去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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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